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恩 我回到青麦以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自我在家里隔离14天 买了一些日常的食品 然后就在家里待着 所以也没什么内容出去拍 今天就顺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小区 这个也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泰国很普通的最普通的一个小区 也不能算是什么高端的楼盘 什么高端楼盘当然会很贵 比它便宜的也会有 但是这个小区的话 一般来说是哪一类泰国人会住在这 就一般是老师 然后有一些普通的警察 不是警察的官员 就有一些普通的警察 还有一些双条车司机什么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看看 就这样的一个小区 我当时买的价格是50多万人民币 因为那时候汇率也比较好 5.4现在14.8 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折合人民币的话 可能要60万左右 像这样的小区 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看一眼 从我们家出来就能看到一个比较大的绿地 这个就是一个公园 当然像我们这一类的小区 它是不包含游泳池 也不包含健身房的 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住宅 所有的房子的造型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两层楼 然后有三房三位这样子的房子 你看看就一栋一栋的都是排在这 这个小区居住的大部分都是泰国人 不是那种专门对外卖给外国人的楼盘 像这个每一家基本上搬进来以后 都会自己稍微搭一些建筑 像这样子的雨棚 像停车棚 本来是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自己搭的 这样的话泰国因为比较猛烈太阳 所以的话这样停车就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这家比较有钱一点 多花点钱 它就搭的比较考旧一点 像普通一点的 那么就是一个铁棚棚 甚至你看看连拉两块黑布都可以 然后家里种点植物什么 像泰国这样子的房子 你买来以后 只要是在自己院子里 基本上你怎么搭都没什么问题 也不需要去审批 因为你买了以后 这个地也是你的了 你看这一家就是最原始的样子 你看就没有棚的是吧 像旁边这些都自己搭了一些棚子 像这一家人家 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家特别特别的漂亮 当时他搭了这个棚子 旁边这是个小花园 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把这个小花园也改成了一个房子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当初那么好看了 花园就很少了 你看就边上那么一点了 基本上这种在国内算违章建筑了 对啊 在这就不算 像这种小区 我当时买的时候已经是五年前了 五年前买的时候 那时候是五十多万人民币 到现在也过了五年了 这个房子也就六十万 所以和很多的人的想法不一样 说是哎呀 我到泰国来我投资一个房产 或者是怎么样 你就看看这个样子 这些钱其实存个银行啊 什么这些利息 我觉得也比这个增幅啊 就是可以持平吧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说到泰国来买个房子 基本上也就是买来 你真的是来居住的 并不是说你买过来 来做一个投资的 然后你就看 像这样子的这些房子 现在的售价 比如说是六十万 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来买新房子有的是 你一般不太会去买二手的 你如果是二手的 你六十万的房子 市价在卖六十万 你肯定要打个折 他不管你里面装修了也行 搭了房子也行 那要换成你自己去想 你肯定也会去住一个新房子 对吗 我宁愿自己花钱 我再去搭嘛 自己再去买点家具来嘛 是吧 毕竟人家用过的 所以的话泰国的这个房子 我一直在说 它是并不具备投资的这个属性 只是居住的属性 你当然你自己有钱 你可以像大树家一样 是吧 很漂亮 有个大泳池 有个大花园 是吧 像我这样比较普通的 那就是最常规的一些房子 来住一下 住住的空间也足够了 你看围墙外边 那边也是一个小区 也正在搭建 不然你们能不能看得清 然后泰国的所有的电线 都是明线 也没有走到地下去 反正都是比较质朴的吧 质朴只是好听一点 你说起来其实也都是比较乡村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来的时候 草地啊什么 你只要搬进来 它都会给你铺好 但是树都是要自己种的 像这一家 你看这个树就把它做成一个围墙 这样私密性就会比较好一点 看看 然后小区的路也都是贯通的 是这样 然后小区里也有人自己破墙开店 这个就是个理发店 我到这来理个发正好 理完发了 然后我慢慢的再逛回去 再跟你们聊 150株 也就30块钱剪个头发 这个就是经常给我们剪头发 给妞妞剪才50株 像给我剪的话是150株 成年人是这个价格 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停车位 就拿出来自己破墙开店了 这些店铺啊 什么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靠自己的手艺就行 很像我小时候到爸爸单位里去 那个单位的理发室是吧 也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他们也弄一件白色的挂子 穿上 然后就开始给我剪头发了 剪头发还蛮考旧的 给我脖子上还挂一个这个 这个就防止头发呀 什么落到衣服里去 绑那么一个 然后再铺上围裙 好了 理完发了啊 泰国人手脚还是蛮麻利的 也很仔细 剪了你看看 真的挺好的啊 然后我刚才在说嘛 就泰国人 因为他这个土地也是自己的 房子也是自己的 所以他不存在房租 也不用交税 那反正一天剪几个头发 就基本上属于净收入了嘛 我觉得这种也是 老百姓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啊 先我们继续带大家看看房子 像泰国这种房子 刚才我说的这个价格啊 就是现在60万左右嘛 那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大小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标准大小吧 当然了你如果说是房子土地越大呢 它肯定价格是越高了 就跟我们国内的房子一样啊 某个小区多少多少起是吧 都是那么说的啊 你看这个两个车 你看停的一前一后啊 也算是双筹位了这样子 你看像这家就比较大了 你看这么大一个地 那这个的话 它房子肯定就会比我们所说的 那个标准尺寸的那个会贵一些 你看这个东南亚就是这样 没有人住草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住这样的一个生活小区 其实它的居住成本也是不高的 它跟公寓不一样 这里的物业费不贵 一年可能也就几千租吧 几千泰铢 因为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 还给我们免两年的物业费 然后你看到那个垃圾桶上贴的 这个标签了吗 6364啊 这个就是你要去物业中心去买 买一年的这个垃圾费 就一百泰铢一个月 你这一年的买来以后 它就会给你个标签 你贴在这个垃圾桶里 以后就车子啊 每周会有几次过来的时候 就把你的垃圾给带走了 这个也是挺方便的一个事情 这边 这你看看 像这个门上啊 就贴着这个房子是要卖 对吗 看到了吗 这写着这个房子是要卖 就泰国是这样 就所有的 哎呦我就不过去了 往这边走 泰国是这样 就是它的这个租房购房啊 就二手房啊什么的 它的这个网络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像很多的中介公司啊什么的 其实它并没有掌握非常多的房源 还是老样子 跟我们国内以前一样 你有点啥事 你都贴在门上 你只要在门上面贴在那儿 你要租啊你要瘦啊 有人看到了 然后就会打电话给你 并不是像我们国内的中介 一套房子出来 所有中介都知道 大家都是互通的 对吗 哎这个地方 自己家里做点东西 可以放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卖啊 就泰国这一方面是挺随意的 有这个是个大户人家 你看这么大 像这个后面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楼王吧 难道也已经卖掉了吗 我记得当时我看好像还没卖掉 最后面的这一间 当时卖是要卖70多万人民币吧 那个时候算是比较贵的 看样子也是已经卖掉 我看到里边有狗啊什么的了 那我们小区就确实是一间房子都没了 除了二手的 像这一间 你看它的这个院子就是超级大 伸起来给你们看一看吧 我就不走过去了 然后像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到底了 到底这四间 我们曾经我跟朋友说 哎我们想就把这四间啊 我们全买下 四栋全买下 然后从这个地方就开始造个门 对吧 里面就全是咱们自个儿的了 哎当时我有这个想法 后来朋友啊什么也没凑好 啊然后就自己买了一间 你看像房子都是可以自己搭啊 这儿他你搭了前面一个屋子 你看还自己给自己搭了个阳台 啊从旁边有个铁楼梯上去 挺漂亮的 啊也都是锻炼的人 现在太阳下山了嘛 有的人在打羽毛球 有的人就绕着小区跑 像小区的你看像锻炼的这些人啊 跑来跑去的也不是特别多 呃因为怎么说呢就这么大个小区啊 其实每一家也就住了三四口人 他占地挺大的 不是像我们国内桶子楼 对啊你一个楼洞上去就得有多少户人家了 所以的话像我们国内的那些楼下的呃 公园啊小区啊什么的哎都是广场 我啊什么都挤满了是吧 像这里他占地那么大啊 其实住的所住的人口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所以感觉就是比较空旷嘛 还有就是很多泰国人门口啊 放这么多的一瓶一瓶的水 我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瓶水 那肯定不是一瓶水 就是家里有一个老婆是吧 那这个人的话不然家老太多了 另外你看像小区里 一般来说家里都会种一点果树 这一家的人种的你看就是香蕉 我们之前家里也种过香蕉树 哎呦香蕉树太会长了 然后一长就是一堆 然后你砍下来都吃不完 像这一家也是自己就搭了那么一个玻璃房子 可能是想做一个咖啡馆啊 或者是啥的吧 好像还没开 哎呦这一家你看也在这卖 这一家在63个大郎啊 三房三位啊 就是这么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就自个儿打过去问就行了 这个占地也比标准的要大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24小时巡逻的保安 踩个自行车 说起这个事情就特别搞笑 呃 当年我刚来的时候嘛 因为那些打卡点啊什么都没弄好 呃 所以他们在这种打卡点的这种位置啊 就自行车他们巡逻要到的那个点 就会锁上一把锁 哎 然后就是呃 一个呃 那个保安 然后就踩一圈啊 就一个钥匙一个钥匙一个钥匙 把这种锁全部都拆下来啊 然后就带回保安室 保安队长数一数 嗯 一共20个齐了 好下一个 下一个人就是带着这些锁 一个一个一个再把那个地方去锁上 就这样子周而复始啊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来监工的一个方式 我们这还有个后门啊 看出去其实后面就是整片的稻田了 对啊 就在田版中 你包括像那边也是一个小区 就在田的那一边 是啊 这也是一个小区 泰国好多的小区都是建在这些郊区 市中心的房子当然会贵很多了 到我家了 哎 我们家你看看 种的都是芒果 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芒果 哎 少了好多嘛 啊 挺多的芒果啊 可以摘几个了 芒芒就黄了 黄了就能吃了 好啦 带你们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小区啊 回家吃饭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是肖安 没有关注我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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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